好,现在讲的是 麦卡比二书 麦卡比二书 这是在原先的 英皇清定本的圣经里面呢 是有含麦卡比一书跟麦卡比二书 后来是被拿掉的 在河本里面也是拿掉的 好,那就是在 记载在马加比二书里面的 先知耶利米和若干中心的祭司 在异象中被约合华预警 好,就在 在尼布甲的围城的时候呢 先知耶利米和他的中心的祭司们呢 他们把约给就这样子运走了 运走藏在一个石窟 山洞的石窟里面 但是麦卡比书呢 讲说他们是要把他运到 那个尼泊山 但是呢,耶路 撒冷已经被 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围住了 所以他运不到尼泊山去 所以就在这里呢 我们才开始 大家记得刚刚讲 那个圣殿的位置啊 就是在那个摩利亚山哦 摩利亚山 所以他把他 从摩利亚山的下面 刚刚那个地道系统 这样子运走的时候 然后呢,其中的一个祭司呢 他要记得那个地道的位置 里面四通八达 所以呢,他要记住 从哪里进去 所以他把外面呢 就做了一个记号 然后耶利比先是听到了以后 他就斥责这个祭司 他说 就是呢,这个约会 一直要藏在这里 一直到耶和华 指定在末后的日子 把这个约会 从这里面带出来 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 就是会像 当初离开的时候 他要回来 而且呢 那个荣光就会像在摩西 跟所罗门那个世代一样呢 他重新 他的Shakai in glory 在基伯路 两个基伯路当中 四人座上面显现 好,那你们如果早上没有来的这些人 你们早上没有来的 你们就错失去了 因为呢,有几个人呢 他有进到 这一个约会所的 常立的地点 在摩利亚山下面 Henry Gruber will tell you the story of one of the rabbis who said he is sworn to secrecy 我们刚刚早上讲到Henry Gruber Henry Gruber呢 我们四月份的 我们已经跟他讲好 四月份第一个礼拜 他会来 他要来亲自给我们讲解 这几个细节 他那个有一个 犹太的那个 很高阶层的拉比 他也看过约会 亲眼看过约会 但是呢 他不能够讲出来 因为他有宣誓 但是有一个拉比呢 他还没有死以前呢 他就讲了 那就是这个 这个以色列的首席拉比呢 叫做那个 他而且是以色列的 空将领的将军 他说呢 这个约会并不是失落的 他是特别被隐藏 在摩利亚山下面 我亲眼看过这个约会 而且我进到 藏匿约会的地方 大家在Wikipedia 直接可以查得到 这个很奇怪 因为他所藏的地点呢 是在东耶路撒的 因为圣殿山 是在东耶路撒的 然后呢偏偏呢 美国呢 还有联国呢 就拼了命 要把这个地方 给巴勒斯坦 好大家还记得早上 我们在讲 那个他在讲这个 整个那个圣殿山 这边不是有挖空吗 有没有 那个就是 那个索罗门的采石场 大家记得吗 那所以呢 当初那个圣殿位 他从这边地道 降下来 然后通过这个地道 然后呢 走走走走 就藏在这一个地点 摩利亚山的下面 记得马加比书 有讲说 有一个祭司呢 他就开始要 做一些记号 在那个出口 入口处吗 OK 所以呢 有一个那个法国的 考古学家呢 其实有到了那个地道的 那个入口处呢 发现在那个地道 入口处的墙上 就是有被做了 这个记号 是很冲促 很粗略的画出来 刻画出来 看起来大概像这样子 很粗略的手法 然后呢 在整个近东呢 你会看到像这样子 不管在亚树 巴比伦 种种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呢 就叫做 损护的那个鸡伯鹿 它是有这个 就是有这个 那个人的头 head of the head of a man 那个人的脸 然后 wings of an eagle and the body of a lion 那个老鹰的翅膀 还有狮子的身体 然后呢 我是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看到这个东西的 what exists down there is a placard where it was chiseled off the wall ok 这里面呢 这上面 这里面呢 讲的就是说 它是从这里面 那个拆下的 一小片的石块 it's right down here in Solomon's quarries in Mount Moriah 就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所罗门采石场 就在这个 摩利亚山下面 here is where the sand hydraulic elevator system is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流沙 呃 杆岗 升降系统 的所在 here are Solomon's quarries 然后呢 那这里呢 现在他点的这里呢 就是 can you point again right here 现在他点 指的那里 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所罗门采石场 and here is where the stone case where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was found 好 那那个 刚刚他所指出来的 那个地 现在指的这地方 就是约会 被藏匿的那个 食 室 那个room right up here is where abraham's altar was built 在那个上面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 原来摩利亚山的山顶 然后以亚伯拉罕 献以撒 祭坛的地方 藏 so he built an exalted residence and a permanent place on a lower level for the ark to abide 所以呢 照着所罗门所讲的 他造了一个 很高的殿宇 然后他又造了一个 低的一个住处 让这个 约会去藏身在那里 很久的时间 oh